硝烟终于救了美毒莎一次了 硝烟遇到美毒莎之后 一直被硝烟忽悠着 拿炼钥匙的身份让美毒莎给自己做保镖 一上云蓝宗 云山以云蓝宗的声誉为名 准备强留硝烟 美毒莎震慑住云山 不得不放硝烟下山 二上云蓝宗 硝烟大闹云蓝山 甚至趁机用火链伤了云山 没有美毒莎的存在硝烟是肯定下不了云蓝山的 天坟炼气塔底部 美毒莎和硝烟关系更进一步 但是如果没有美毒莎 仅靠硝烟一人的窦王实力 恐怕也是不能突破迦南学院长老们的封印 从天坟炼气塔底部出来 三上云蓝宗 硝烟崩了云山后历劫 误护法趁机抓住要老 如果不是美毒莎女王出手 恐怕硝烟和要老就一起被抓走了 窦破苍穹也就迎来大结局了 硝烟和紫烟去魔兽山脉突破 美毒莎为二人护法 阴蛇人族大难不得不离开 硝烟突破窦皇返回加马帝国 刚刚成立的阎盟被三宗围困 三宗车轮战美毒莎 这一年如果不是美毒莎的坚持 恐怕阎盟和硝烟连扎都不剩下了 最无奈的是 美毒莎一人无法对抗三宗 甚至受伤了也没时间休养 三宗准备大举进攻时 美毒莎也看将败 硝烟及时赶回抱住美毒莎 硝烟终于赶到 也终于救了美毒莎一回 此后二人合力解决三宗之危 美毒莎又开始跟着硝烟去出云帝国 硝烟远走中州 美毒莎又成了硝烟大后方最有力的保障 不但保住蛇人族 还保护了硝家和盐盟 甚至加马帝国也都受到美毒莎的保护